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我们一起来挖真相 如果你也打算要开一间早餐店 自己来开店做老板 那继续我们要请教建华 很多这个总公司都告诉加盟商说 小小一间店面 12坪就给你开店 没错 他会告诉你 12坪 15坪就可以开店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时候开店可以赚钱 赚到是谁 是加盟总部 基本上你自己是赚不到 你说12坪开店骗人的 对 坪数太小 空间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你煮饮料 煮红茶 煮豆浆 你后面的厨房跟储存的空间 两坪总需要吧 前面的间台 烤面包区 操作区 三坪左右的空间 扣掉五坪了 已经扣掉五坪 那你12坪只剩下7坪 的情况之下 你到底能够摆几张桌子 顶多三四张桌子 所以顾客坐下去的时候 会有拥挤的感觉 顾客坐不久 那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提到 现在整个消费的环境 已经转变了 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 是便利商店 是所谓的咖啡馆 所以你的空间 整个空间 你必须要更大一点 空间要更舒适 装修要升级 那你说12坪太窄 开店是骗人 那要几坪 OK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差不多20坪 最少是差不多20坪左右 那到25坪左右的空间 也不适合过大 那大概20坪到25坪的空间 内部用餐空间 大概有10到12坪左右 那这样子来说 可能顾客才比较能够 都